赵丽颖身后最大恩人,为捧她敢翻脸湖南卫视,难怪至今她让人尊敬,很多人都说娱乐圈的女星一个个打扮要艳,而且长得都一样,快有些分不清了,也正是因为这样,那些长得比较有个人特色,性格又有个性的演员,越来越被大家喜欢,就像今天我们要说的赵丽颖, 她就是那种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,而且还红得发紫的女星,赵丽颖的成名,真的只是靠自己吗?在很多年前,赵丽颖还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姑娘,没有别人的帮助,每天工作很辛苦,报酬却很少,这是群众演员的真实写照,后来赵丽颖鼓起勇气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, 通过冯小刚的点播赵丽颖获得冠军,开始了她的演绎之路,不过,就算是步入了娱乐圈,赵丽颖也只是能演绎一些配角,但是她遇到了一个值得她一生都取感谢的人M.Bash M.Bash于正,于正是著名的编剧和制片人,虽然不是明星,但是所有的明星都得听她的,而且还得讨好她,当时于正策划了一部新戏,叫陆真传奇,陆真传奇在还没有开拍前,就已经定档号在湖南卫视播出了, 为了这部戏能取得很好的收视率,湖南卫视这边要求于正找一些当红明星来主演,但是于正却选择了当时并不成名的赵丽颖,这个决定无疑被公司质疑,而且湖南卫视方面也不想去冒这个险, 但是于正最后还是执意选择赵丽颖来主演,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,为什么于正放着自己公司和湖南卫视旗下的艺人不用,就算是跟湖南卫视翻脸,也要选择赵丽颖,冒着这么大的风险,赵丽颖跌撞撞的开始拍陆真传奇,值得于正高兴的是,她的这个决定并没有做错,陆真传奇不仅没有搞砸, 而且还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,口碑也非常好,这个时候,更多的人认识了赵丽颖,这个看起来那么单纯,而且还傻傻的女孩,从这之后,赵丽颖的片约才多了起来,之后赵丽颖主演的珊珊来了,再次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,她也一天天的在被大家认可,从花仙谷之后,赵丽颖更是确定了她一线女星的地位, 可以说赵丽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,是真的要感谢于正当初给她打开的这扇大门,那个时候可没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险,让一个新人来主演大戏,而现在的于正,也非常受大家的尊重, 因为她基本上已经成为内地最有资历的编剧,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制片人,不过对她来说,这么多年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情,还是要数当年看中了赵丽颖吧,赵丽颖是一点也没有让她失望, 现在的赵丽颖已经是最红的女星之一,也是电视台的收视保障,但是即使这样,她依旧不焦不燥,希望领宝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心态,粉丝们也会一直支持你的。